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上一节课我们就实现了LRU缓存置换算法 那么在这一节课我们将来实现LFU缓存置换算法 那么关于LFU缓存置换算法具体的过程 我们在前面第3章的时候就已经学习过了 那么这里面我们还是简单的来回顾一下LFU算法的过程 那么LFU是最不经常使用算法 为了实现这个LFU我们需要一个额外的标记来标记每一个缓存它使用的频率 然后我们在淘汰缓存的时候就把使用频率最小的淘汰掉 比如说在这里面有节点1节点2节点3以及节点456 那么这里面每一个节点都分别有不同的频率 这个节点1使用了5次 2使用了1次 3使用了5次 4使用了1次 而这个5使用了3次 那么如果这个缓存的容量不够了 需要淘汰的时候 首先考虑的就是频率最小的两个节点 节点2和节点4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 那么我们到底需要淘汰节点2 还是需要淘汰节点4呢 有可能这个节点2是最近使用的 而这个节点4是比较早之前使用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记录这样子的差异呢 所以我们在记录频率的时候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额外的操作 在这里我们除了需要记录频率以外 我们还需要将这个相同频率的节点归纳起来 就是我们除了记录这个频率以外 我们还把相同的频率给放到一个容器里面 就是放到我们的双线链表里面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如果频率是5的节点的话 那么我们把频率是5的节点首尾相连 同样的频率为3的节点呢 也是这样子存储的 还有频率为1的节点就可以这样子存储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在淘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按照5for的算法 来对频率最低的这些节点进去淘汰掉 也就是我们需要淘汰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找到频率最低的这个链表 然后在链表里面按照5for的算法 把节点淘汰掉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实现LFU缓存置换算法的过程 那么在实现之前呢 我们把这个LFU和LRU算法 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 在前面的LRU算法 我们所有的缓存都是存放在一个双线链表里面的 但是在这个LFU就不一样了 LFU把相同频率的节点连接起来 形成一个链表 所以呢 在LFU的整一个缓存里面 可能存在多个链表 每一个链表都是相同频率的节点 所连成的链表 了解了这个差异之后 我们再来实现这个LFU缓存置换算法 回到这个Python ID 那么在catch里面呢 我们新建一个python file 命名为LFU catch 表示它是LFU缓存置换算法 同样的我们把编码讨回过来 因为呢 我们在实现LFU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额外的标记来记录节点的频率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对这个链表的节点做一个更改 满足LFU算法要求的节点 这里面我们命名为LFU nodes 那么我们也是需要使用到双线链表的 而这个LFU nodes呢 我们可以继承这个节点 继承的时候呢 我们实现这里面的init的方法 然后我们新增一个属性 就是频率的这个属性 接着我们调用负类的构造方法 superLFU node self.init keyVariot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LFU的节点 好的 实现了这个节点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来实现LFU catch LFU catch 那么这个catch里面呢 也是有两个方法需要实现的 首先是get方法 这个是这个put的方法 除此以外呢 还有init的方法 同样的跟前面的一样 我也需要一个容量的参数 还有就是key和节点的音色 self的map 这些都跟前面的一样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频率的map 这个频率的map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频率的map是保存每一个频率 以及这个频率对应的双向链表的 所以呢这个map 它存放的是 t呢 是这个频率 而value呢 就是 频率对应的双向链表 好的 实现了这个init的方法之后呢 我们需要定义一个私有的方法 这个方法用来完成 这个节点里面频率的这个更新的操作 这一个函数呢 需要传递 需要更新的节点 注释一下 更新节点频率的操作 我们先来实现这个函数 再来实现这里面的get方法和put方法 那么对于传进来的节点 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节点的频率给拿出来 对吧 先拿出来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节点 从原来的这个频率的map里面的双向链表里面 给去除掉 self点频率的map 在这一个频率的双向链表里面 把这个节点给remove掉 同时呢 remove之后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判断 那就是如果这个时候remove掉之后呢 这个链表等于零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链表给删除掉 self点这个map的 点size等于零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它删除掉 好的 做完这个操作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频率加1 那么这些呢 就是新的操作了 前面的都是为了删除而做的工作 下面的逻辑呢 就是为了更新的操作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频率加了1 接着我们把这个频率 复制给这个节点 表示它是新的频率 然后呢 我们首先要判断 这个新的频率是否 不在这个map里面 如果不在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新建一个链表 等于double link list 那么这个容量呢 我们是不需要的 那么如果在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的 把这个节点呢 放到这个频率的 双向量表里面的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更新的操作 实现了这个更新的操作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下面的get方法 和put方法了 我们首先来实现这个get方法 那么get方法呢 我们按照之前的逻辑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先判断这个key 是否不在我们的音色里面 如果不在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的反复义就可以了 OK 那么如果在的话 那么我们首先的 把这个节点拿出来 getkey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调用这个 seal的方法 update这个frequent 更新这个节点的频率 然后返回节点的值 非常简单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了这个get方法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实现了这个updatefrequent这个方法 所以呢 我们的get方法显得比较简单 我们重点的是要理解这里面的这个函数 实现了这个get方法之后呢 我们再来实现这个put的方法 那么put的方法呢 这没那么简单了 没关系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实现 首先我们进行第一个分子的判断 如果这个容量等于0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的返回 接着我们判断key在map的情况 如果这个keyinself.map的话 如果在的话 那么我们做什么操作呢 我们先不做 我们再来把另外一种情况也列出来 就是不在的情况 这种情况呢 是缓存命中的情况 那么这种呢 是缓存没有命中的情况 我们首先来实现这个缓存命中的情况 那么如果缓存命中的话 我们首先的把这个节点 从印射里面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更新这个节点的variable 接着我们要用self.update 这个频率的这个操作 更新这个节点的频率 并且把这个节点 移到新的频率的量表里面去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缓存命中的情况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实现 缓存没有命中的情况 那么缓存没有命中的情况 就需要分为缓存是否满了 如果满了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淘汰节点 那么如果没有满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的往这个缓存里面 新增一个节点就可以了 我们首先来判断这个缓存是否已经满了 容量等于size的话 就是判断是否满了 这个size好像前面没有定义 我们在前面 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一个属性 就是记录这个缓存的size 当前的size有多少 默认是0 那么在下面呢 我们需要对这个size进行一个判断 这种情况呢 就是容量等于这个size了 等于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频率最低的给淘汰掉 那么我们首先取出频率最低的情况 meanfrequent等于我们直接调用self.frequent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频率最低的这个频率是多少 得到了频率最低的这个频率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frequent map这个频率 把相关的链表里面的节点淘汰掉 node等于self.frequent map的频率最低的这个频率的节点 链表的节点给淘汰掉 pop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把相关的节点淘汰掉了 接着我们在本地的音色里面 也删掉这个key 同时我们记得self.size 减等于1 ok 那么这种呢 就是容量等于size的情况下 需要淘汰的情况 如果容量没有满呢 如果没有满的时候 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因为在前面满了的时候 我们把其中的一个节点pop出来了 所以pop出来之后呢 就已经满足了他没有满的这个情况这个条件 所以在这里面else是不需要的 没有满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的新建一个lfu node key value 这一个lfu node呢 是我们前面所实现的 接着我们把这个频率设置为1 因为这一个节点已经put到缓存里面了 就说明他至少被访问了一次 所以呢 这个缓存设置为1 接着我们需要在本地的映射里面 把这个缓存给保存下来 等于load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判断这个节点的频率是否 在我们的频率的map里面 如果不在的话 如果不在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为他新建一个链表 self.frequent map node.frequent 等于新的doublelink list 如果在的话怎么办呢 如果在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的 把这个节点 放到这个链表里面就可以了 操作完成之后呢 我们记得要把这个size加等于1 表示说我们新增了一个节点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put的方法 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后面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测试 来验证这里面的逻辑 有没有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还需要实现一个print方法 用于调试 因为谁也没办法保证 一次写出来代码 就是成功运行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实现这个print方法 那么这里面的print方法 就没有前面那么简单了 因为这里面我们有多个链表 每一个频率都对应一个链表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的print方法比较复杂 那么首先呢 我们需要迭代这个map 频率的map 那么这个频率呢 我们先把这个频率 打印出来 接着我们需要把这个链表打印出来 v呢 就是这个链表 接着我们要用这个key.print 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这个每一个频率的这个频率 以及频率链表都打印出来了 那么为了把不同的频率分割开来 更好的看 那么我们在前后各自添加一个print 分割幅 可以理解为这个分割 使得更美观 更好看 更容易看 好的 实现了这个print方法之后呢 我们再来实现这个测试的逻辑 if name 等于main 首先我们还是新建一个catch lfu catch 这里面我们把它的容量设置为4 那么首先呢 我们往里面put一个1 1的缓存 然后print 接着再put缓存2 然后print 然后再往里面put3 3 同样的print 那前面呢 我们也可以尝试 访问里面的某个缓存 后面呢 我们也可以往里面put4 4 前面呢 我们也可以 获取2的这个缓存 获取3的这个缓存 把4 put进去 然后呢 我们再来尝试 获取1 2 3 4 那么这里面呢 每一个操作都需要print出来 这里面的也是要print 好的 那么除了这个get需要print以外呢 我们每一步这个put操作 也需要print出来 好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逻辑跑起来 来看一下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期 跑起来 OK 已经跑起来了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 首先 我们put了这个1 1的这个缓存 这里面打印的有点问题 我们前面是不是没有膜 好的 dease一下 再重新跑一次 首先呢 put11这个缓存 那么这个时候缓存里面只有11这个缓存 符合预期 接着put22这个缓存 那么这个时候呢 符合预期 接着我们把1这个缓存读取一下 读取了之后呢 它的结果是1符合预期 那么读取了之后 一个链表就分成了两个链表 频率为1的是这个22的这个缓存 而频率为2的呢 是11的这个缓存 因为这里面获取了一次 所以我们需要更新这个频率 符合预期 接着我们往里面put33这个缓存 那put之后呢 频率为1的链表只有22和33 并且这里面新的33呢 是放到这个链表的尾部的符合预期 接着我们获取这个2这个缓存 得到结果2符合预期 并且打印来看一下 访问了这个2之后呢 前面这个频率为1的就变成这个频率为2的 所以呢 这里面我们往这个频率为2的链表里面 增加了22的这个节点符合预期 接着我们获取3 那么获取了3之后呢 这个缓存的结果是3 符合预期 我们再次把它打印出来 再次打印出来呢 因为获取了3 所以它的频率加1 由1变成2了 所以这个时候 往2的这个频率的链表 加了这个节点 所以2的这个链表 就变成了这一个符合预期 接着我们再往里面put44这个缓存 那么这个时候 链表就有两个链表 分别是频率为2的链表 以及频率为1的链表 频率为1的链表呢 是这个44这个缓存符合预期 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1这个缓存 那么获取了1之后呢 1的频率就变成了3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新的链表 这里面的链表的内容是1 也符合预期 接着再来获取3的这个缓存 那么3呢 这里面 频率变成3 符合预期 再来获取4 4 也符合预期 哎 但是这里面好像没有发生淘汰的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我们前前后后 都是操作1234这4个缓存 而我们的容量也是4 所以这里面没有发生淘汰的操作 那么我们把这个容量改小一点 再来看一次是否有发生淘汰的操作 再次跑起来看一下 好的 跑起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否有淘汰的发生 同样的put11 所预期 put22 所预期 然后get1 拆分成两个链表 所预期 put33 这个时候就需要淘汰 频率低的22的这个缓存了 淘汰掉了 这里面也符合预期 接着我们往里面get2这个缓存 因为2已经不在这个缓存里面了 所以返回-1 也符合预期 这里面的频率的链表没有变 接着我们get3 那么get3之后呢 这个3的频率就由1变成2了 放到了2这个链表里面 也符合预期 接着我们往里面put44 那么这个时候呢 肯定也是需要淘汰节点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淘汰了 1的这个缓存 符合预期 因为我们是淘汰头部的节点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变成了两个链表 频率为2的链表 存在33这个缓存 频率为1的链表 存放在新的44这个缓存 接着我们来获取这个1的缓存 反映-1 接着获取3的这个缓存 那么获取了3的缓存呢 3的频率就变成3了 所以符合预期 接着再来获取4这个缓存 那么获取了4之后呢 4的频率由1变成2了 也符合预期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成功的实现了这个LFU缓存 自换算法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 我们实现的整一个过程 那么在整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首先是实现了这个LFU node 那么这个node呢 新增了一个属性 叫这个频率的属性 接着我们实现了这个LFU catch 我们实现了这个构装函数 那么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新的容器 那么这个容器是存放频率和这个频率 对应的链表的这个映射的关系的 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Map 接着我们实现了这个UpdateFrequent的函数 那么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分成删除和更新两个步骤 删除的步骤 我们首先从旧的频率的链表里面 把这个节点删除掉 接着把这个节点的频率加1 并且把它放到新的频率的对应的链表里面去 完成了这个操作之后呢 我们就实现了get的方法和这个put的方法 那么get的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的判断这个key是否在缓存里面 如果不在的话 直接返回-1 如果在的话 那么我们就调用这个UpdateFrequent这个操作 更新缓存 更新频率 接着呢 我们实现了这个put的方法 那么put的方法呢 有两种情况 首先是缓存命中的情况 缓存命中的话 我们直接的返回就可以了 如果缓存没有命中 那么我们还需要判断 我们是否需要淘汰节点 如果需要淘汰的话 那么我们从频率最低的链表里面 从头部淘汰节点 那么如果不需要淘汰的话 那么我们新增一个LFU node 然后把它的频率设置为1 并且把它放到这个map里面 存放起来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实现LFU catch的整一个过程 同学们下来呢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改造这里面的算法 来实现自己想要的东西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LFU缓存置换算法 在这个算法里面 我们重点是需要有记录频率的操作 并且有更新频率的操作 每一次访问缓存的时候 我们记得要把缓存的频率加1 然后放到新的频率的链表里面 如果需要淘汰缓存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把这个最低频率的链表取出来 然后从这个链表里面的头部 取出这个节点 淘汰掉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